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先來看範例3 這體是斜坡和連接體的綜合體 那一樣我們來分析一下它的受力前行 首先 A 它在斜坡上的重力分量 我們前面可以從範例1知道 它其實就是mgsinθ mgsin53度 如果A的質量是m 它就連著斜坡的力就是mgsin53度 那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它如果是等數上滑 我們看到等數就要想到合力為0 那我們來看是哪些力把這個重力抵消呢 如果上滑的話 它應該跟斜坡有一個摩擦力 而且是動摩擦 因為在滑動 然後又有一個繩子的張力 這樣子 那如果是 等數上滑 那應該就會是 上滑的力 它的大小 就要等於下滑的力 在53度就是5分之4 5分之4沒錯吧 好 那麼 再加上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μk 乘上n 那這個n呢 是重力的 牽直分力 跟斜坡垂直的分力 mgcosθ 它的大小 就剛好跟這個n 是一樣大的 好 所以咧 我們這裡就可以寫成 5分之4 乘以5 乘以10 因為a的質量是5 再加上動摩擦係數 0.3 乘上mg的 5分之3 mgcos 所以一樣是 5分之3 乘以5 乘以10 好所以這樣張力算起來 就是49 49牛頓 49牛頓 那麼 這個49牛頓 就要剛好等於b的重量 對不對 因為 我們剛剛是分析a 然後接下來再看b 那它等數啊 等數的話合力是0 所以 繩子的張力延伸到b那邊去 它要剛好撐住b本身的重量 所以b的重量是49 牛頓 所以b的重量是49 下滑 如果是等數下滑的話 上滑和下滑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摩擦力的方向 差別在摩擦力的方向 如果今天是下滑的話 那摩擦力會往上 跟剛剛就不太一樣了 但重力還是往下 那繩張力還是往上 還是往上 那這時候的劣勢也跟剛剛很類似喔 只不過呢 要注意一下摩擦力的方向 向上的力這時候變成兩個 t加fk的大小 就要等於向下的 mg5分之4 那麼 再把它寫成t 再加fk乘上5分之3 乘以5乘以10 就會等於5分之4 乘以5乘以10 那mg又是多少 0.3 所以t t 算起來就是 31 扭頓 那一樣看b 張力撐住b的重量 所以b的重量就是 31 扭頓 接下來呢 如果b的質量是6公斤 那b的向下的力是60 牛頓 60牛頓 那60牛頓的話 他應該會把它往下拉 他應該會把它往下拉吧 他應該會把它往下拉吧 好第三題 也就是b的重量是60牛頓 如果重量是60牛頓 那60牛頓比剛剛的 第一小題的49還要大 那第一小題是 等數的 上滑 A是等數的上滑 那現在 49牛頓 的重量 可以讓 A等數上滑 那現在把它增加到60 那A就會變怎樣呢 加速上滑 它就會變加速上滑 所以 我們就要來分析 再分析一次 那就跟A很像 跟第一小題很像的圖 只不過這一次要用f.ma來算 那 那 我們就可以再繼續算 我們就可以再繼續算 這個 還沒有 這樣還不行 這樣還不行 算出來 t減掉 49 就會等於5A 那我們這次看A 接下來還要看B才可以 合力 減掉 T 向下的W 減掉向上的T 就會等於B的質量乘上加速度 好 那就會變成60 因為 6公斤 它的重力 就是6乘以10 mg 減掉 T就會等於6公斤乘以A 好 所以這兩個式子可以 連力 讓它1加2 就可以把T消掉 所以11就會等於11A 對不對 那A就會等於 1 再帶回去 那就會得到 T會等於59 不對 54 T就會等於54 這個是方法1 那另外一種方法也是 像範例2一樣 將AB視為一整體 1 2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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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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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斜坡向下的 我画粗一点好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连结体 然后用F等于NA来算 向下的60经过绳子的作用 会需要去减掉mgsin53 也就是4分之4乘以50 然后还需要去减掉fk fk是muk乘上4分之4乘以50 最后会等于MA 这里的MA就要把A和B都加起来 那A这时候是5公斤 那B这时候6公斤 这样子 A是0.3 这样算起来就是 60减掉40减掉9 就会等于11乘以A 所以一样也可以算出A 这是第二种方法 跟第一种做区别 是8公斤的 就要不要 是9公斤的 跟随后 是9公斤的 是9公斤的